大家好,我现在在香港中环码头 在香港玩了七天了,今天就要回去了 我打算回珠海去 在珠海休息一天,然后再接着去澳门 这个视频就拍一下我从中环码头回珠海的过程 我打算去走港珠澳大桥 顺便体验一下跨海大桥 首先在这边,要先坐天星小轮 到对面的尖沙嘴,那里再换公交车 早出发吧 这边就是香港最繁华的中环 旁边那个是摩天轮 这都是坐船的人 很多的啊 上船了 座位随便坐 找个靠窗的吧 开船了 再看一眼香港中环啊 香港白白了 然后大家看啊 这个维多利亚海港上面,它是没有桥的 一个桥都没有 那两岸如果走车的话怎么办呢 这海底修的隧道呢 有好几条跨海的隧道啊 为啥不修桥呢 因为它上面有这些轮船嘛 修桥的话会影响轮船的通航 在我们看不到的海底有隧道 只需要十分钟就坐到对面了 这次香港其实还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去呢 这个海洋公园 还有南亚岛之类的啊 没时间去了 留着下次去吧 到尖沙水地铁站了 因为有一件事要办 就是这个巴达通我要退掉啊 里面有押金呢 找到地铁里面的客户中心就可以退卡 不一定是非要在尖沙水这一站啊 其他站也可以退的 看一下我已经退完了 押金五十 他要扣一个十一块钱的手续费 里头的余额有三十三块八 最后也全退给我了 非常方便 尖沙水这一站人是真多呀 现在我要找A口出去啊 A口在这边 香港这边的电梯都是靠右站着的 左边呢给着急的人走啊 大家都很自觉的站在右边啊 从地铁出来走个几百米的地方 就是这个黄金大楼 这个叫做中港城 到这里去坐车 在这个对面啊 大家看那个住宅楼 哇超级高的 大家快截个屏 数一下那个楼有多少层啊 再看一下对面那个住宅楼有多高呀 哇这个造型 怎么像那个天门洞似的 中间还开了个洞啊 然后旁边这个楼就是香港第一高楼啊 这上面也有个观景台呢 没有去 留着下次再有机会的话上去观光吧 这个港口啊 其实有船直接到达珠海的 但是因为我想走那个港珠澳大桥嘛 所以我这次选择走陆路啊 找到买票窗口了啊 这边是买船票的 这边是买港珠澳大桥 那个汽车的票的 这个船票是200啊 然后这个汽车票呢 他分的那个大巴车票是120 还有那个小巴车票 小巴车票240啊 我可以大巴车票呢 每半个钟头发一趟车 这里是时间表 120港币 票买好了 从中港城这里上车直达珠海口岸的票价 120港币 然后这次我还剩了点这个零钱回来啊 这都是20的港币 一共是有6张 这个是10块的 这是50的 剩了120加60 剩了180 还有几个硬币 这两块的 五块的 这个是五毛的 这是两毛的 才花了300多块钱 我这也太省钱了吧 三百多都转了香港一趟了啊 这全都是坐车的啊 然后有这个小哥带着我们去 坐这个大巴车 上车 坐车的人挺多了吧 我坐在第一排啊 最后一会儿 坐车的人挺多的 哪有两个大巴车 什么呢 是三百多都是 坐大巴车半个多小时啊 现在到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了 从这里过关啊 过关在换车 这里面好大呀 感觉跟机场似的啊 很空旷 现在要离开香港了吗 等于在这里过关要检查一下吧 珠海往这边 跨境巴士 刚才已经刷过港澳通行证了啊 前面车在哪里呀 真的好大呀 这个地方 一定要看准这个路标啊 不然容易走错 终于找到去珠海的车了 前面是去澳门的车 现在到珠海口岸了 四点半坐的车 现在六点十分 走了一小时四十分钟啊 在这边回到珠海了 他这车只是到了这个港口了 还需要自己坐公交去市区啊 这边有四条公交线路 现在在这个口岸枢纽呢 看你要去市里的什么地方啊 公交车全都是一块钱啊 珠海的公交太便宜了 然后看这边的自动售货机 哇 矿泉水三块钱 香港那边的711里头啊 这卖十块钱呢 这价格马上就便宜了啊 到珠海市区了 好饿呀 先去吃个饭啊 发现珠海也有大家乐呢 还是到这里吃吧 看看这边和香港的有什么区别 哇 这吃饭人也挺多的呀 在这边自动点餐机上点餐 唐食 直接点餐 哦 这边价格就便宜了 看见没 这些都是三十多块钱 香港那边要五十多六十多 这便宜了二十多块钱吧 然后我看看这个局饭啊 你看这边局饭也是三十多 香港那边五十多 果然还是珠海这里消费便宜啊 还有这些双拼饭都没有超过五十的 香港都在五十以上的 饭上来了 这不是我第一天去香港时候吃的这个套餐吗 咖喱鸡 然后米饭啊 这家也是没有给筷子 就是给的刀子和叉子 你看刀子 说明是正宗的这个港式餐厅啊 也是把这个料舀在米饭上这样吃啊 开吃吧 然后这边的可乐是加的冰块呢 在香港加冰的可乐要加三块钱呢 吃完饭在珠海这边找了个酒店 汉亭 来吧 给大家看看珠海这边的房间 哇塞 这也太宽敞了吧 又宽敞又明亮又干净卫生啊 一个大床 这边是卫生间 非常干净啊 最关键的是 这个房间还便宜呢 才200块钱啊 哎呀在香港200块钱想住这个房间 想都别想啊 真的香港你就是五六百呢 都不一定有这个环境和这个空间啊 然后这里还有两瓶水 你看香港那个都四五百的房间 都连瓶水都不送 每次我都要去711买水 然后711一瓶矿泉水十块钱 你买两瓶就是二十 哎呀我去从香港回来就觉得 哇还是咱们这边生活便利 生活这个成本很低 还是生活在咱们这儿 太幸福了